1月5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与此同时,17辆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也与旅客正式见面,带来不同的乘车体验。 中午12点整,由北京南站开往上海洪桥方向的G94动车组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标志着17辆超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号正式亮相金户高铁。 据了解,首次投入运营的17辆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全长439.9米,目前担当北京南至上海洪桥G9G16次列车运行任务。 据了解,从2017年首次亮相到现在超长版动车组的开行,复兴号动车组一共经历了三次车辆设备的升级整顿,每次调整都对乘务人员的服务提出考验。 对于这次开行,我们北京客运段专门组织了所有复兴号班组进行了复兴号品牌战略的培训,从人员配备到服务备品上我们都进行了细节上的调整,由原来的一涨4元到现在的一涨5元。 包括乘务人员、乘务班组都提前对车辆设备进行了学习,以便更好的解答旅客问询。 家长了以后,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更加的便捷,因为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我们中国最快速的高铁列车350这个速度。 你像我们从北京到上海的话,现在也只要4个多小时,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舒适。